那我們看到呢這次呢 華春瑩呢就連續發文好幾篇來批評美國 他引用的呢是 美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在肯亞民主日報網站所刊的文章當中 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的說法 我這部分待會兒來請教一下歷史哥 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傲慢體現的現在認為自己是在統治世界 惡意的體現在積極的阻礙中國的進步 中國不存在產能過剩 他正在生產世界真正需要的東西 華春瑩說這美國的大戰略呢不是和平 發展或者是福祉是什麼呢是霸權 他說美國應該要跟中國合作 不是來對抗中國 歷史哥怎麼看 壞透了 就是美國人真的是這一次的講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應該說中國壞透了 因為讓美國人操碎了心 因為簡單來講 中國的什麼叫產能過剩 那笑死人呢 中國20年前崛起的時候 做的衣服 做的家具 做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白色家電 近十幾年白色家電 比如說小米啊 像我家就好幾台啊 那為什麼美國人都不含產能過剩呢 就說這個時候推 產能過剩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 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西方的一個佈局啦 就是說 這個格局很大喔 先聽清楚喔 最近不是一直在開COPT系列的這個會議嘛 主要講就講碳排嘛 那應對碳排要做一件事 就是呢要做綠能節能的部分 那綠能節能呢 當然就是現在大陸出口最旺盛的 或者說現在產業最夯的 所謂新三樣嘛 新能源車 然後光伏產業 就我們台灣說的太陽能板 然後呢還有儲能產業 就是電池 這三樣剛好是現在中國大陸做的最多的 那這個背後所需要的這個基礎工業是什麼 就是稀土的提煉技術 那現在中國大陸也是全世界的這個工 應該說這工法最好 最有效率 好那就是這全部結合起來 我們就看見一個可見的未來 為什麼 因為本來西方是要以說 你這個不管你是開發中國家 你新興工業國家 甚至你發展落後國家 我們未來因為地球要毀滅啦 為什麼會毀滅呢 因為氣溫要快速上升 所以呢碳排要得到遏制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要來做這個 所謂的碳排限制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這個碳中和的交易 來用那些市場等等的 那你就想如果照原本的 狀況來說的話 理論上科技比較發達的西方 他們可以做出比較多的 這個減少碳排的部分 而且呢 他們早就過了高發工業的時期 他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半後工業的時代 所以他們的工業呢 基本上是以設計 這個所謂高端的 然後那個這個生產的這些為主 這些碳排版就比較少 再加上他們有發達的核電的技術 所以 或者是新人員發電的技術 所以本來呢 他可以在這個碳排當中 其實講本來就是全球收碳稅啊 你這些新興工業國家呢 你要威脅到我對不對 哎你碳排很多喔 你能繳一點碳稅出來喔 不然我要給你徵稅喔 不然你就要跟我買 所謂的這個 這個扣打喔 你這個要碳稅的扣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全球的這個圖譜 可是中國大缺大德啊 怎麼可以把這些東西做得那麼便宜呢 你怎麼可以把太陽能板做到這變成流水價呢 這個去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中國甚至有宣布說 有宣布說 這個太陽能板的這個產出呢 已經可以跟 所謂的石化能源的這個產出呢 已經是差不多 也就是說它的單位發電 要消耗的碳排已經差不多 那就代表什麼 那太陽能板的 整個因為我們現在最詬病 太陽能板是什麼 它前面耗能極大 後續處理很難 所以今天所謂的產能過剩 講白了就是 你中國把這些大量未來 我們要佈局的產業 你把它賣到全世界 那請問我佈局個什麼勁 這個才是華春瑩的話的背後 你看喔 他說的什麼 美國的傲慢體現了自己在統治世界 所以你自己做不出來 你為什麼阻止中國做 惡意正在體現阻礙中國的進步 因為我中國照著我的布料走 你為什麼說我是產能過剩呢 不存在產能過剩 而且生產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東西 確實是啊 請問光伏相關的產業 新能源車 還有包括儲能電池 這種東西 全世界上所成長 都是幾十%的在成長 那根本是無限大的藍海 至少就目前來說 可是你卻說產能過剩 那你當年為什麼 我在生產牛仔褲的時候 你不是說產能過剩呢 對不對 就回到這個邏輯嘛 所以美國的大戰略 不是和平發展或者福祉 而是霸權 因為好的要留在我嘛 你還記得歐巴馬 曾經到了澳洲的時候 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 他說如果有一天呢 這個中國人跟我們過上一樣的 生活水平的時候那完蛋了 那為什麼完蛋 歐巴馬沒有講出來就是 因為只能我們過好日子 你不能過好日子啊 可是中國大陸正在用自己的工業的能量 正在做這件事情嘛 所以呢 美國應該跟中國合作 而不是對抗中國 什麼意思 你不用擔憂啦 你跟我合作的話 只是不能像過去賺的那麼爽 但至少呢 你還是有很強大的領先優勢吧 而我呢 就是照著我的發展步驟在走 其實這裡面最關鍵是什麼 大家知道如果像我很喜歡看這個非洲 有很多現在大陸的朋友到那邊去 這個工作啊 開企業啊各種 我很喜歡看他們的up 因為他們還會就收養當地的一些 非洲的孩子啊 支柱他們上學啊什麼的 做一些中會友好工作 那可是可以很體現他們的生活 因為他們很多生活 你就看到以前如果在1970 80年代啊 因為我很喜歡看國大地雜 不要說80年代 2000年就好 那時候我還是學生嘛 然後你就看到 非洲真的很落後欸 全村不要說 不要說柏油路了 就連一條好的土路 他們都做不出來 但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錯 現在真的 至少 至少各個省會 比如說像我最愛看的這個 這個吉內亞好了 吉內亞是在這個西非的一個 很落後的國家常常動漫 就算在吉內亞好了 至少他們省城跟省城之間 已經有柏油馬路 或至少有混泥土馬路 到了省城之外 可能還沒有那麼好 那這個請問是誰帶來的 大量的這一種相關的 基礎設施的材料 都中國帶來的 全部都是中國帶來 而且是中國所建的 就是說他們協助在非洲呢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基建 好 我們看到呢 尤其在這個時候 因為呢 美國這個 這個眾議院通過了 這個援助法案之後呢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呢 在4月20號呢 就這個價值611億美元的 原物案呢 表達了謝意 一覺醒來就得到了 611億的美元的援助 非常的開心 而且點名了 致謝眾議院議長強身 說他是讓歷史保持在 正確的安全的道路上面 但是我們看到 就是這個眾議院的通過這個援助法案 950億元 那麼其中給了以色列給了烏克蘭 有一部分呢 還給了這個印太地區 針對於這個印太安全的補充法案 那美國是要撥81億美元來對付中國 所以這個事情 就是說中國大陸呢 躺著躺著野中槍 兩個事情 一個呢 就是印太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呢 就是字節跳動 那T-T-T的部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宇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瓦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咯 給我淨入 超級Easy